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,我是莫妮卡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三个符音 L,R以及A 好,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L 这个音呢,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字母L Lampe Lampe 如果是L后面没有原音拼读的话 那我们的L发 舌尖抵住上面牙齿的根部 第二种情况是双写字母L 我们来看一下 Hell Null Velle 好,下一个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德语中特有的小声音 那这个音呢,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,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,是字母R 我们看一下单词,我们看一下单词 Hat,Hot,Hot,Prao 那第二种情况呢,是双写字母R Hell,Hell 好,第三个,我们把A,大家在发这个音的时候注意与我们的短缘音A,相区分 啊 发音呢比较弱 气流呢比较弱 啊 而短原音啊 我们的气流短促有力 啊 啊 好 那这个音呢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是字母组合R 那这里的字母R我们发啊 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字母R 在德语中字母R 发音呢比较复杂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 字母R在单词中的发音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在短原音之后字母R发辅音 但是有原音化倾向 这里的原音化倾向呢是说字母R 发啊 在读音上有像R这个音转化的趋势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Quartz U后面跟着两个辅音 这里的U呢发短音 U 那这里的R呢我们是发辅音但是有原音化倾向 也就是我们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小舌音呢轻轻的带过 像A这个音转化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Quartz Quartz 好下一个单词 和这个Quartz一样 Quartz中的字母R我们的小舌音呢轻轻的带过 Quartz Quartz 好第三个单词 Quart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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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样这个单词中的字母R我们发小舌音这个音呢不明显 Quartz 有像A转化的趋势 Quartz 那一般如果是我们在读德语的时候语速比较快的话 那这里的小舌音呢其实不明显 我们直接可以读成Quartz But But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在非中毒后缀 常见的呢有 AR ARN ART 这些 以及呢非中毒前缀中 我们的字母R要原音化 就是发A这个音 我们来看一下 F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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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RKAUFEN ERLEBEN 这里的R FAT FAT FERKAUFEN ERLEBEN 第三种情况 当R在词尾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在常原因之后 要原因化 FAT LEA 这里双写A发常原因 A LEA T EA的字母组合发常原因 E T U U U H字母组合发常原因 U U 好这是第三种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种情况 如果字母R后面有原音拼读的话 我们发小舌音 R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记住 我们看一下单词 FAU DREI ROT 好这是字母R的发音 那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都讲完了 谢谢大家 L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